罗伊斯最近吃胖 打开光景 大家好,我是依凡 我今天是想去崇礼滑个雪 今天也邀请了一位我的神秘朋友跟我一起滑雪 同样也是一个小姐姐 那么,鉴于她是一个滑雪高手 所以说我今天目的很简单 就是向她请教滑雪技术 并且一定要学会单板滑雪 哈喽,我现在已经在滑雪场的更衣室换好衣服了 其实下面有一点可爱 鬼儿子 OK,我先来找一找小姐姐 诶,哈喽,本来想吓你一下 好久不见 这个是我们的王小豪小姐姐 把微博打在公屏上 我想要学会单板 之前已经把出来的力道劲了 在哪 哈哈哈,并倒了她 你这样讲我很棒 作为你的今天的一日业余教练 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让你从新手去很流畅的发奖 咱们拍的呢,这个相机它叫做华为的Noir8 Pro 忍不住拿它照镜子 对,然后今天也跟依陈妹的一套 谢谢,谢谢 好,一会儿我们就互相拍你 出去之前提前问你一个问题 你还怕先交吗 我还怕先交呢 我们现在已经走入了新手区 我们现在已经走入了新手区 嗯,我们先到那个新手区的顶上 我教你怎么穿摆 嗯,好的 你还拿水 我觉得这个模式超级好 再用一个双录像的模式 既能拍到你也能拍到我 好,第一步难题 如何站起来 重心放在一个手上 对,站起来 后脚抵住 后脚抵住 没有想到我们现在实在的第一关 如何站起来 这真是出乎意料的泪啊 好,而且刚开始最累的可能就是站起来 你觉得这小乌龟影响你站起来了吗 可以 站起来就一把站起来 不要犹豫 你这样子会搓血 直接搓到底下的 小小的人 小小的人 可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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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宝贝 兄弟 你没有在动 可以 可以,对的 可以 再次站起来 可以的 可以的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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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现在很累 体会到个环学初学者的不容易 这大腿会非常的钻痛 对不起 加油 对于我之前这种放肆的言论 我表示非常抱歉 加油 加油 站在这边 站在这边 真的很不错 我们这趟来的目的是什么 还不是为了一个15秒的朋友圈 加油 放松 再放松 再放松 再放松一点 再放松一点 还记得几个小时之前 你在更衣室竖起来的旗帜吗 我找你这么碎就大声 快 我觉得可以 加油 好的 卡住 卡住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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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就卡住 再不行就往后坐 站起来 可以 重心蹲低一点 可以可以可以 调过来了 我成功了 谢谢 辛苦了 太棒了 太棒了 我的 斑板出体验 在我们小猴教练的耐心指导下 终于完成了历史性的突破 能够自己滑行几米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最大突破 是他一开始连站都站不起来 然后现在可以自己站起来之后 然后可以不用我扶着他 至少我刚刚滑了有20米 真的没有无名而少 不管怎么说 还是非常 谢谢 小猴教练的心气指导 好酷 I'm watching you 好累 好累 我累什么 我还好 我还好 只要是你们小累 虽然是新手村 但是是一个稍微 比较抖的一个新手村的 一个小坡上 自己推了大概 能够20多米的时候 我觉得很开心的 所以我所有珍贵的视频 现在都记录在这 对 其实包括你最开始 连板子都站不起来 到最后 可以自己这样 颤颤 颤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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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滑一小段 都有被拍下来 我在这里真的想快快 就是 他没有被动关机 对 这个让我很意外 因为以前我滑雪的时候 最烦的就是 突然间有个moment 你想要记录 掏出手机来的时候 手机说 就直接自动关机了 你还得放你怀里揣热 然后再开机 其实我就觉得这个机器 它说就是自称是 一个专门为Vlog 改造的一个Vlog视频 拍摄的一台手机 我觉得总体功能来说 今天使用下来 它的一个分屏啊 一个美颜的程度 还有我们就是运动 出去玩经常会用到的 一个广角的模式 综合这几点下来 我觉得 它作为一个视频拍摄手机 还是效果让我非常满意的 就还蛮惊喜的可以说 用一句话来 总结一下你今天的 初次滑雪的一个感受 虽然说今天很累 而且也是摔的屁股尿流吧 但是我觉得 我还有进步的空间 下次我一定要振作起来 振作 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个 真正让人振奋振作的 高手视频 就是 好了通过刚才的Vlog 相信大家也能了解到 华为Noir 8 Pro这款手机的Vlog视频拍摄能力了 以及见识了一下我滑雪的萨爽音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瘾呢 接下来我们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看 Noir 8 Pro这款手机的影像系统 华为Noir 8 Pro前置搭载了3200万像素超广角双摄 分别是一颗角度达到100度的 3200万像素超广角自拍视频镜头 和一颗1600万像素人像镜头 对比上一代超广角镜头被提升到了C位 主要负责视频拍摄的任务 再加上前置超级防抖 更加强调了Vlog视频手机的属性 100度超广角不但能囊括更大范围的景色 没有明显的畸变 更重要的是显得连小 在使用前置镜头拍照片时 只要手机由竖屏转为横屏握持 或者竖屏自拍取景况人数至三人机以上 镜头就会自动切换至超广角模式 在录像的时候 不论是前置还是后置 手机都会自动开启超级防抖 用肉眼也可以明显感觉到 经过防抖处理之后的画面稳定性 双减录像可以同时调动前后两颗摄像头 可以录制分屏视频 一个画面同时展现我和我面前的景象 收音方面 华为弄外8 Pro的三个麦克风 分别位于机身顶端底部 及摄像头模组侧边 当我们横屏使用后置镜头拍摄备收物体的时候 这三个麦克风就能组成一个立体收音阵列 哪怕距离稍远 三麦克风组合结合算法也能收录不错的效果 后置方面 华为弄外8 Pro搭载了6400万像素四摄镜头组 分别是6400万像素主摄 800万像素超广角 200万像素景深镜头 和一颗200万像素的微距镜头 素质怎么样 咱们看样张 华为弄外8 Pro对天空颜色的拿捏比较精准 观感更接近人眼 能够拍出来淡淡的渐变色 在对实物的表现上比较舒服 还原了实物的原本质感 高光和暗处都表现得恰到好处 夜景模式色彩明丽 细节表现力强 不论是天线还是玻璃门上的反光 都表现得比较精细 唯一不足的可能就是某些时候 对于暗部的压制稍显欠缺 总之后置拍摄还是那个很熟悉的味道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华为弄外8 Pro的抗动效果也不错 滑雪场白天温度在零下13度左右 手机长时间挨动不说 还时不时的要被扔进雪里 在这样的环境中 华为弄外8 Pro也一直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运行状态 总之 作为款Vlog手机 华为弄外8 Pro不仅拥有素质不俗的前置Vlog视频双摄 还解决了录音的问题 能力可以说是相当全面了 外观设计方面 华为弄外8 Pro的8号色的整体观感和华为弄外7 Pro的7号色有些类似 不同的是 华为弄外8 Pro的8号色在双膜双度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层AG玻璃 让反射的光线不那么僵硬 避免采集到太多指纹 设计上改变最明显的其实是镜头模组 华为弄外8 Pro的后置镜头组一改延续多代机型的数值并列的设计语言 采用了新耀环设计 整个镜头组面积大了不少 视觉冲击力蛮强的 机身手感上 华为弄外8 Pro依然延续了弄外一贯的轻薄质感 重量为184克 厚度控制在了7.85毫米 毕竟拍视频是一个体力活 一台轻量化的设备 不论在什么样的使用场景下 都能使我们的手臂减轻不少负担 在核心配置上 华为弄外8 Pro搭载了一个麒麟985 5G SOC 存储方面最高也是给到了8加256GB 这方面没什么惊喜 但是仍然可以支撑高清图像的处理 和流畅运行各种大型手游 40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 就目前来说也属于一个平均值 不过66瓦的Super Charge 算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升级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升级就是屏幕 配备了120Hz的高刷屏 搭配EMUI 11非常顺滑 打游戏手残再也不能埋怨屏幕刷新率不够了 而且华为弄外8系列 此次与王者荣耀达成了独家合作 华为弄外8系列将率先支持 王者荣耀90fps超高帧率 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 不论你是否喜欢看抖音快手 不论你对视频创作是否感兴趣 不得不说的是 Vlog 短视频等视频形式 已经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不同的是视频创作这种曾经有门槛的事情 如今任何一个人拿起手机就可以轻松完成 摄像机 补光灯 麦克风 甚至说稳定器 这些一系列的视频拍摄工具 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讲似乎都太过遥远 我们没有经历也没有时间 每天使用它们来记录生活 所以说身边能够代替它们的似乎就只有每天随身携带的手机了 华为Noir 8 Pro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就是一整套的Vlog装备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Vlog这种视频方式会变得更加的多样 这也需要我们的设备提供更强的算力 来帮助我们完成更加精彩的Vlog拍摄 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着或显而易见或不露声色的变化 但Vlog恐怕只能属于前者 在这场记录生活方式变革的浪潮中 华为Noir 8 Pro也许是一种独特的答案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 别忘了帮我转评赞一波 你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 我是一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